台塑集团子公司台塑美国总投资金额高达40亿美元的吸金投资案 已经收到当地主管机关的许可即将动工兴建 预计2017年投产 这渴望推升台塑美国的乙锡总产能达到270万公吨 规模仅次于麦辽六青成为集团第二大的石化基地 国际原油价格走跌 锁化产品包括本乙锡 乙锡 丙锡等剩油价格也出现疲软 市场买气弥漫浓厚观望气氛 让台塑四报对于第四季营运表现 普遍抱持保守看法 锁化景气没有那么预取的那么好 买气不振加上大陆市场供过于求需求不如遗忘 加速转往布局美国市场 持股22.59%的转投资公司台塑美国 总投资金额高达40亿美元的西勤投资案 正式收到当地环保署温室气体排放许可 可以马上动工新建 预计2017年投产 我想这个是个好的投资案 只是希望说企业内各个公司都有这个机会能够投资 台塑美国目前已经拥有两套侵略厂 以西年产能总计150万公顿 等新的投资案投产后 将推升以西总产能大增达到270万公顿 规模仅次于卖辽六轻 成为台塑集团的新赚钱引擎 Fusion成绩为台北报道 发布到中文字幕找版本文字幕《处判判判判判》